够宏亮 第二点好就是你的题目很好 一个让我最生梦的老师 第三个好就是你一阳顿冲 我们给他一个热烈掌声吧 鼓励他一下吧 谢谢 接着 他开场白 第一句话 会有我们 你们请问一下 教育这个方面 你们要严肃呢 或者说 轻松一下 对不对 所以他的开场白 非常漂亮 等你们的答案恢复 接着他就告诉了我们 各有各的好处 严肃有严肃的好处 轻松有轻松的好处 看似他 接着他就告诉我 他的张老师 张老师对他的教育方面 对他有多好 又多好 张老师整天都是好像是你的贵人 怎么去教导你 做一个很好的有才华的人 接着你一直讲到过 你的整个被搞是符合这个作业的标准 因为有结构 那个结构 你是扣住的 张老师 跟你发生什么事情 跟你的妈妈 全部有拉在里面 一个一个这样接下来 是非常好的东西 这个还有你的结尾 也不错 如果说要我的观点来看 我会这样想 首先你讲的这一篇是蛮严肃的 因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把你自己弄好先 穿个外套好不好 配色什么都好 更让人知道你所说的都很重要的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你的目光要稍微描一下各方面 接着你有讲到这一段 拍桌子的时候 拍桌子的时候 那你要拍了你要听顿 让大家盯着你看 把目光在你的身上 让你才继续讲下去 你不要好像一个机关这样 听不懂 太快了 那就不大理想 结尾这方面 你要把那个题目又拉回来 我的张老师多好多好多好 那会有我们 在教育这方面 不管是严肃也好 轻松也好 各有各的好处 但是我们 我还是觉得 与你个人的 我还是觉得严肃是好的 那你看我这样的成就 你们觉得好吗 好的话就给我们鼓掌 谢谢这样的 谢谢 来自宜做工了 自宜做工了 谢谢谢谢 谢谢谢瑞芳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以为是我没拍到掌声 所以我觉得我再赶快捧一下 然后 现在为我们第三位备稿作业 杨新丽 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评论员是 银级高级讲员 李庆昌 谢谢 掌声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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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 好 卖火柴的小女孩 朗读员 杨新丽会友 你好 今晚 你为了 大家呈现了这篇 同级高级作业 故事朗读 求大家 你们听到这篇作业 眼泪有没有流出来 有啊 有啊 流出来 有些像里面有对吧 肯定要流出来的 因为这是个悲伤的故事来的 好 一开场 朗读员 工作作业目标 和大家介绍了 这部作品 是出自 一位世界著名的童话家 安楚神 而且这部作品 是在1846年 给发布了 出来 当时这部作品 轰动了整个社会 因为故事的内容的中心思想 和他的情节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好 我们来看这个整篇故事的内容 故事的情节发展 非常的清晰 而且内容 步步的扣人 新鲜 小女孩 每擦亮的 一根火柴 就会让她感到温暖 和充满了个梦想 而且 当小女孩 把最后那把火柴的点亮的时候 她最疼爱她的 奶奶 终于出现了 把她给带到另外幸福的世界了 所以 新鲜味友在朗读这篇故事的时候 她站在这个讲台后面 她的音调都 词继续发挥得很好 评论语言的方面 因为朗读故事语言是很重要的 都很清晰 而且让人家都听得很清楚 而且她的目光接触都很到位 而且把整个她的故事内容主题 情感也发挥得出来 只是 我有一些小小的建议 这个故事 是一个朗读 悲伤的故事 不然间 她有一个音乐出现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奇怪 好像谁的手机是没有灌掉 连这个音乐 我有感觉到她的 跟她的故事 有点 不大搭配 因为比较轻松 故事 连这个 没有那个音乐比较轻松 故事比较悲哀 所以有点比较搭配 所以选一个比较好的音乐来搭配 会更好 而且她的 在她的 语音 语调方面 如果 她在被塞的 被昂的时候 能够把语调放出来 让大家更感动 给大家的眼泪流得更多 会更好 在最后说 这个故事 她可以把她的 肢体站在外面 有些时候 在那个小女孩感到 很寒冷的时候 她可以增加在肢体员这方面 而且 把她的 肢体员的全部的 包围出来 这会更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李信昌会友 现在有请我们 做杨新立 对不起啊 做陈荣贵会长的 高级作业文学朗读背影 作品内编的是 同级高级女秀 同级高级讲员 陈荣贵会友 有请 谢谢 同级会友 你好 今天你朗读的这篇文学作品 是朱自清的 非常文明的一篇闪文 背影 那你今天的目标呢 是只要是要用有效有效的 利用声音声调以及肢体语言 来给听众建立起视节 及听节的享受 会友们 你们是不是有被他这份 这个朗读感动到呢 有 有没有流下眼泪啊 好 其实这篇上呢 荣贵会友 他这次是非常的用心 他除了自己 做了很充足的准备之外呢 还买了朱自清的全集来读 所以这是让我非常欣赏 以及感动的 谢谢你 整体上呢 荣贵会友这篇朗读 已经达到了目标 在背景音乐的衬托下 他威威到来 朗读出了这个背影的 这个闪文 但是呢 却没有呈现出很大的高潮 唯有感动到我的 就只有在父亲要走的那一刻 这一刻呢 他讲出来的时候 确实有感动到我 整篇的朗读 就只有这个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那可以改进的地方是哪里呢 我有一下的一些建议 第一 因为这是一篇文学的朗读 所以在开场的时候 其实你是要酝酿你的情绪 尽量不要讲 不关这个朗读作品的一些事项 应该要把听众带到这个情景来 第二 你的一阳顿措 以及肢体语言 要加强 基本上 你整篇朗读 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文章 就这样慢慢的读 它的起伏也没有太大 所以真正的没有 讲入听众的心中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篇幅 就如当爸爸要去买橘子的那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它的大马瓜 怎么样拿橙子橘子 你都可以描述跟用肢体语言 以一阳顿措表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非常可惜你没有应用 而且朗读这篇桑文 为什么不能够感动到很多的听众 原因是 因为你是死辈 可能你可以加入一些自己的文采 那么就感动了大家 唯有在结尾的方面呢 你说这篇桑文 有启发到 要我们累计知识 希望我们学习累计智慧 用简单的文笔写稿 来跟大家一起精进 王贵会友 希望你再借再利 更上一层楼 你将会成为一位非常好的朗读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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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谢谢李自英 慧友 接下来投选最佳评论 由